这个就是大势智菩萨在楞严经上说的念佛的方法了 他老人家念佛的方法 他怎么念的 都是六根禁念相及 偶尤大师在此地讲的信愿吃鸣 跟大势智菩萨讲的意思完全相同 都是六根 这个里面就是包括了信愿 你要不信 你要没有愚 你一定六根 一天到晚都在六尘境界里面 奔异 你不会回头啊 现在真心净土 真愿往生 清静弥陀 我们的心收回来了 六根呢 不再叛云外头六尘境界了 放下了 这个方向 不是说 你已经不看了 而不听了 六根还是起作用 见闻就知 但是怎么样呢 决定不把他放在厅上